汪絮帝称呼慈禧为亲爸爸 而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纯金王一轩 却只能认作七叔 本可以父母子贵的纯金王 最终却因为尴尬的身份抱恨而亡 一对悲情父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捉怒 青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 讲述囚徒天神汪絮第七集 叫声父亲真的很难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纯金王一轩可谓晚清皇室的显赫人物 他是光绪皇帝的父亲 溥仪的祖父 一个纯金王府连续出了两个皇帝 这在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 然而这些荣耀并没有能够照亮 这位纯金王黯淡的一生 自从四岁的儿子宰田 被慈禧选入宫中继承皇位开始 为了避免以太上皇自居的嫌疑 一轩就过上了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的生活 随着光绪帝长大成人 慈禧面临娇权归正 身份尴尬的一轩也就越发小心翼翼 然而一贯的谨慎低调 也没能躲开厄运的奖励 就在光绪帝大婚前夕 一份奏折让纯金王奕轩 遭遇了非来恨不 新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 玉大华教授 讲述求徒天主光绪第七集 叫声父亲真的很难 敬请关注 前面说到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 慈禧随即宣布结束训证 就在这喜气洋洋又纷纷扰扰的过程中 一个突发四箭 气得慈禧欺笑盛言 原来河道总督吴大成上了一个皱折 建议给光绪皇帝的生父 纯亲王奕轩 加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 并议定相关的礼节 结果触动了慈禧的神经 吴大成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 吴大成是晚清官场中的一个奇人 他出生在人文汇翠 鱼米之乡的江书吴县 就是今天的苏州 同志年间中了晋士 从此呢 进入仕途 在百官云集的京师 做一个七品芝麻官 正赶上同志皇帝筹办大婚典礼 花钱如流水 满朝文武 谁都不说话 天篇吴大成上咒慈禧 要求裁减繁废 史书记载他 因此直升朕朝右 后来慈禧大兴土木 吴大成也上书反对 慈禧看了他的奏哲之后啊 流中不发 也就是说 把他奏哲扣了起来 不下发处理 也没法处理 所以就扣了起来 由此看来呢 在慈禧的眼中 吴大成是个拍不得 打不得的刺头 拿他没办法 按说吴大成 得不到慈禧的好感 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顺利 其实不然 他先在北京做经官 后来外方到地方任职 步步高升 仕途一帆奉顺 关键是他 办事能力非同一般 很快在官场脱颖而出 在吴大成崛起于晚清官场的过程中 李鸿章取了很大的作用 纯秦王一宣领导军机处的时候 也很赏识他 吴大成从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成长为国家的高级官员 饮水思源 自然感激 李鸿章一宣的提携之恩 这个时候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如火如荼 纯秦王一宣尴尬万分 吴大成看着眼里心踪不平 众所周知 光绪皇帝是纯秦王一宣的儿子 是一个王子 他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 在于他过继给了前奋皇帝 慈禧作为贤丰的配偶 因此享有母亲的身份 但并不存在事实上的亲子关系 这一诚可谓是天下皆知 从来没有隐瞒过 也根本没法隐瞒 现在光绪皇帝的大婚 是纯秦王一宣的尴尬地位 凸显出来了 所以呢 吴大成要上昼慈禧 给一宣讨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奇怪 光绪结婚 一宣尴尬什么呢 原来在婚礼的各个环节中 慈禧一概 不让一宣参与 您想 儿子结婚 父亲靠边站 连做个看客的资格都没有 那是什么心情 当然慈禧这样做 也是照顾一宣的面子 虽然他是皇帝的父亲 但是儿子毕竟是过气出去了 原来的父子关系 变成了孙子关系 按宫廷的规矩 即使三姑四大爷见到皇帝 也要三跪九寇 一宣如果参与皇帝的婚礼 他要不要给皇帝行礼呢 无论是否行礼都很尴尬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干脆别进宫 反正亲生儿子已经给人了 生身父亲最好躲得远远的 免得造人烦 此前 每当慈禧在光绪面前提到一宣的时候 往往不叫一宣 或者是纯亲王 而叫你七叔 这是从咸丰帝那开始论的 因为一宣是咸丰的七弟 光绪作为咸丰的养子 按说也要叫自己的生父为七叔 光绪当然不愿意使用这样的称呼 而是笼统地叫王爷 这是个一般性的尊诚 现在光绪举行大婚典礼 标志着长大成人了 他跟一宣的关系已经难以再回避下去了 难道永远采取 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吗 有鉴于此 吴大成毅然上述 建议慈禧 实事求是 明确承认一宣的皇妇身份 并议定相关的礼节 我感觉吴大成 确实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按说慈禧 应该面对现实 即使广义 加以研究 拿出一个解决办法 否则将来光绪皇帝也会怪他这位养母偏心眼的 按你说 吴大成的建议有价值 那么慈禧为什么要火冒山杖 每个人由于利害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不一样 慈禧之所以火冒山杖 是因为这些年来 他时刻提防的事发生了 按说 过去别人的孩子 辛辛苦苦养大成人 最怕的是什么呢 怕孩子长大之后啊 再投入生生父母的怀抱 慈禧怕的不是这一点 光绪他原来就是个王子嘛 他之所以能够当他皇帝 就在于他过继给了咸丰皇帝 所以无论如何 光绪不会不认自己的养父母 这一点不用顾虑 但问题的复杂在哪 光绪也不可能不认自己的生父 这样一来 一宣就可能顺着儿子的关系 取得更高的地位 从而威胁到慈禧的独裁统治 慈禧怕的是这一点 您看 现在吴大成 建议明确一宣的身份是皇帝本生父 皇帝的生父是什么 不就是太上皇吗 吴大成建议一定一宣的礼节 一宣的地位啊 现在是亲王 而且王爵世袭往替 地位之高 看成礼爵百聊 恐怕就比皇帝第一级了 还一定礼节 再提升一级 那不跟皇帝差不多了吗 这样一来 一宣就可以跟慈禧平起平坐 分听抗礼 那么慈禧怎么能够容忍呢 一想到自己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 刚刚把皇帝培养成人 娶了媳妇了 自己想 想几天轻服 吴大成却拿这么个敏感的话题来刺激他 所以慈禧气得气窍声言 在大婚的喜庆气氛里拍拙着瞪眼 吓得太监宫女 大气不敢出 光绪夹在生父和养母之间 不好表态 抱以沉默 因为他左右为难 慈禧也不便找他商量 慈禧自己想 他感觉经过多少年的考验 对义宣基本上可以放心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事告诉他 义宣这个人非常谨慎 想当年把光绪抱养进宫的时候 义宣立马就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敏感 那个时候义宣不是给慈禧散了个奏折吗 表示自己得了病 而且好不了了 不适合于担任任何职务 所以当时慈禧顺水推舟呢 就免除了他的一切职务 后来看义宣确实是小心谨慎 所以又让他出来管事 领导军机处 让他管理海军事务 义宣干得兢兢业业 而且管理海军事务期间 他挪用大笔的海军经费迎建了颐和园 这都是为了讨慈禧的欢心 尽管如此 慈禧还不能全放心 慈禧还赏给义宣一个姓黄大教 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他敢不敢做 当然赏给他就是给他做的 然后还看他敢不敢做 因为姓黄是皇家的专用颜色 看你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多了不起的人 你敢不敢做 结果义宣一次都没有做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察 慈禧基本相信义宣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但他还不能完全放心 古语说 术语静 耳方不止 即使义宣没有这个动机和胆量 但是满朝大臣当中 趋言复事 投机钻营的人不少 随着光绪手中权力越来越大 早晚恐怕要有人打一宣的主意 恐怕实际成熟 大势所趋 一宣自己也身不由己 在慈禧看来 吴大成就是这么一个趋言富士 投机钻营的小人 自己刚刚宣布结束训政 吴大成以为自己从始就大权旁落了 就来拍义宣和光绪的马屁 此分不上 以后满朝大臣中 马屁经估计是越来越多 那样一来 自己的地位就真的就饥饥可危了 所以非阳办吴大成不可 看以后谁还敢向自己以外的人 献媚 然而 稍加深思 却发现根本动不了吴大成 为此急火攻险 这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了 在乾隆年间的时候 国家经济繁荣 国势降盛 号称盛势 在开疆拓土完善制度的同时 国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建设 编了很多书 比如四股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 明史等很多很多大部头的著作 这其中就编了一部 欲诗通鉴集揽 这部书是编年体的中国通史 乾隆皇帝编撰这部书的用意 是统一中国人的历史观 以后 凡是历史上有分歧的评价 一律以这部书的观点为标准 科举考试也以此作为标准答案 为此 经历过剩的乾隆皇帝对很多纵说飞云的历史事件 一一做了点评 要不然怎么叫玉批呢 所以这部书是权威性的神圣文献 现在这部书成了吴大成的护身符了 大家知道 中国的皇位传承一般是父死子成 代代相传 皇帝多妻多子 往往为儿子不少 但皇位却只有一个而烦恼 但也有例外 比如说皇帝没有儿子 死了之后呢 又不能绝户 在这种情况下 只好过继一个儿子来继承地位 这种情况往往会发生争端 比如在宋朝的历史上 就有一个仆役 什么是仆役呢 话说宋仁宗没有儿子 过继了哥哥蒲王的儿子 扶上皇帝宝座 那么这就是宋英宗 宋英宗上台之后啊 该怎样称呼自己的生父呢 满朝大臣分为两种意见 绝大多数的人 认为应该称他的生父为伯父 但是少部分掌握实权的朝廷大臣 他们的意见是依然称为父亲 这下变俩父亲了 一个生父 一个养父 都叫父亲 那么大多数的人呢 认为应该叫伯父 这合乎礼法呀 但是不合人情 少部分人呢 认为你还继续叫父亲吧 合乎人情又不合礼法 英宗自己是什么意见呢 他当然愿意称生父为父亲 为此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争执了一年半的时间 放开达到目的 英宗处分了好几个 反对自己意见的官员 以此来杀鸡下猴 杀一惊百 想不到很多大臣 主动站出来 跟皇帝叫板 干什么呢 自请处分 说我也是反对你的 你也来处分我吧 所以闹了一场 不小的风波 这就叫仆义 对这个事 该什么评价呢 中国传统的史学家 认为什么呢 认为宋英宗做的不对 因为他虽然对生父一片孝心 他愿意叫父亲吧 不愿意叫大爷 虽然是一片孝心 但违反了封建礼法 毕竟法大于情 每个人要是都 这样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话 那天下不烂套了吗 然而乾隆皇帝偏偏提出了独到见解 他认为情大于法 儿子管自己的父亲叫叔叔大呀 就是不孝 乾隆甚至具体的说 儿子过去给别人做了皇帝 如果他的生父还活着的话 就叫皇帝本生父 如果已经死了 就叫皇帝本生考 要建庙祭祀 礼仪的规格等同于天子 那您注意这句话 礼仪规格等同于天子 乾隆皇帝 做梦都想不到 他死后不到一百年 清朝就发生了跟宋朝仆役 类似的情况 稍有不同的是 宋朝的仆王 在自己的儿子 过季为帝之前就已经死了 争来争去 虽然头破血流 不过争看虚名 而清朝的仆王还活着呢 按乾隆的思路 那一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太上皇 以吴大成的智商 他能够不知道自己的 建议处判了慈禧的机会吗 所以奏折当中 眼睛句点 拿乾隆皇帝的玉批 做挡箭牌 说得振振有词 他建议尊风 一宣为皇帝本生父 完全符合乾隆皇帝的最高指示 这样一来 给慈禧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什么难题呢 你想啊 乾隆是谁啊 那是慈禧他老公 咸丰皇帝的太爷呀 清朝皇室讲究敬天法祖啊 祖宗的话是句句是真理 尽管把慈禧恨得牙根痒呀 但也得承认祖宗的话 放之四海而皆准 一句顶一万句 这样一来 想严办吴大成 就不容易了 经过反复思考 慈禧想出了一个办法 眼下不给吴大成任何处分 但把他搞臭 以后时过境迁 再找机会收拾他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二日 光绪皇帝还处在新婚样的蜜月之中 其实是苦月 他跟皇后关系不好 但从时间推算是蜜月之中 慈禧发了一道意志 首先充分肯定了 纯秦王一轩十多年来 谦卑谨慎 小心翼翼 刻尽职守的高尚品格 然后说 最近五大成上了个咒折 要求给一轩家尊号 为此不得不公开 一轩在光绪元年 正月上的一个咒折 这个咒折标题叫 欲不妄论 是这么个标题 说的是 一轩早在十五年前就有遇见 将来皇帝亲政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利用他的特殊身份 建议给他加上某种尊称 一轩说 如果要是这样一来的话 朝廷从此就纷扰不断 所以呢 他希望在皇帝亲政的时候 公开他的奏折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 一轩说 物目为奸邪小人 利家并斥 一轩还说 从自己的本心来说 希望千秋万寨 物在更长 纯亲王 就是纯亲王 他不要什么 皇帝本圣父之类的尊号 慈禧的一旨最后说 自当归正一始 武大臣国有此咒 若不将纯亲王元咒 及时宣誓 则后此邪说静静 望兮一礼提荣 其换何堪设想 这道一旨没说要给吴大臣什么处分 但是拿一轩的话来骂吴大臣 真是痛快淋漓 言外之意是你吴大臣拍一轩的马屁 人家一轩说你是奸邪小人 人家一轩早在十五年前 光绪元年 就表示永不受风 你吴大臣要不是个马屁镜 你操什么心 相反 慈禧的一旨显得轻描淡写 一句 什么呢 自当归正一始 吴大臣国有此咒 摆出一副早把吴大臣看扁了的轻蔑的态度 说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见风使舵 那么抱着投机压宝的心态 想捞一把 是个什么玩意儿 说到这里 观众朋友是否会产生一个疑虑 拿一轩的奏折来博视吴大臣的建议 针锋相堆 丝丝入寇 杀伤力极大 并且也绕过了先龙皇帝的族群 这就出现了个问题 这是一轩十五年前写的吗 当时就有士大夫们怀疑 是慈禧让军纪大臣拟定的 然后假托是一轩十五年前的先见之明 后来也有学者对此做过研究 虽不能完全肯定 但基本倾向于慈禧伪造的结论 诗事求是的说 吴大臣上周 建议尊风议宣 主要还不是投机压宝 否则的话 他当年为什么不去拍慈禧的马屁 反而一再进利而中言 他是个书卷气十足的官僚 不修边幅 从鲁不惊 喜欢语出惊人 而且光绪跟一轩的关系 也确实不能再这样洗礼糊涂下去了 否则将来估计是难免会发生纷扰 所以我感觉吴大臣 还是为王朝的前途超新 他提出了这么个建议 但是慈禧把他列为小人 确实搞得他灰头土脸 亲朋好友都替他捏一把 吴大臣自己他不在乎 大不了不担官回去做学问也挺好 他不在乎 他妈在乎 他妈岁数不小了 感觉儿子惹了祸了 担惊受怕 一病不起 结果就去世了 这倒给吴大臣提供了个台阶 当时的制度规定 官员父母亲去世 官员必须离职回籍首校三年 这叫丁优 于是吴大臣自报丁优 然后器官就回家了 不管吴大臣是什么用意 他真是帮了一轩的道马 本来经过十几年的考验 慈禧对一轩已经开始放松警惕了 但是吴大臣的咒哲提醒了他 随着光绪皇帝的亲政 一轩身价飙升 搞臭一个吴大臣 并不能彻底消除一轩崛起的可能性 只要时机成熟 甚至光绪皇帝自己都可能提出尊风生父的建议 到了那个时候 皇帝赞臂一呼 朝野上下一片响应 还有老祖宗乾隆大帝给提供的理论武器 要那样的话 自己就挂不提供了 认识到这一点 慈禧心里感到了恐慌 他盘算着一劳永逸的解决潜在威胁的办法 这样一来 一轩的恶约又降临了 这些年来 一轩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慈禧的淫威之下 活得很累 很苦 经常担惊受胖 左右为难 他身体越来越不好 终于病倒了 一病就上好几年 病情时轻时重 轻的时候他还可以坚持工作 重的时候就起不来床了 一轩得的是什么病呢 无论是官方记载 还是他后人的回忆录 从来没做过透露 但从病程和家诸病史分析 我感觉可能是肾脏方面的病 因为他儿子载风晚年是糖尿病 他孙子溥仪晚年是尿毒症 所以我猜可能是肾脏方面疾病的可能性大 这类疾病大多属于慢性 这个时候一轩还不到五十岁也快了 年纪说不上很大 如果能很好地调理的话 应该不至于很悲观 但是他根本不具备安心静养的条件 且不用说为自己和儿子的前途担忧 慈禧就不会让他的健康情况 朝乐观的方向发展 一轩的病程较长 他曾经请了一个叫徐燕作的医生 治疗了一段时间 颇见好转 当时慈禧每天都派人到淳王府去打探病情 得知一轩身体状况 大有起色的消息之后 慈禧命令撵走医生 改由太医院的御医接手治疗工作 根据翁童和日记记载 光绪得知这个消息 既困惑又气愤 一再追问翁童和 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把徐医生给撵走了呢 翁童和沉默不打 其实啊不用直说 一般人都能够拆到 慈禧不希望一轩再活下去了 一轩病重期间 光绪早急啊 毕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嘛 所以他盼望去探望 那么朝廷大臣也帮着说情 慈禧刻意舆论的压力 领着光绪去探望了那么几次 有一次啊 慈禧开恩 让光绪跟你七叔拉了手吧 一轩浑身贪软 有两个侍卫架着 颤抖地拉着光绪的手 流着眼泪说了一句话 不要忘了海军 这恐怕是对自己 挪用海军经费 迎见颐和园的忏悔吧 毕宣希望儿子能对海军有所补偿 所以才说了这样一句话 光绪希望多探望父亲 但是每次探望都深受刺激 回去之后啊 情绪非常不好 哭 有的时候打太阶来 发泄自己心中的这种郁闷 光绪十六年的初冬 义轩的病情恶化了 光绪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丑时 公历是一八九一年 一月一日的凌晨 存心王义轩逝世 终年五十一岁 清晨光绪来到书房 从师父汪童和的口中 得到了这个恶号 他带立在那里 半晨没回过神来 等回过神来之后啊 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好 翁同和也痛哭失声 这个事都记载在翁同和的日记里边 光绪在那哭 翁同和呢也陪他哭 就在这个时候 慈禧发布一旨 宣布皇帝本生父存亲王义轩 秉性忠存 灾心仁厚 才有远大 寻业宠宏 近日以来文王病毒 深宫默念 日息焦愁 不料病是已身 已要网孝 据于二十一日丑客 轰事 深宫 震道时深 着赏给陀罗经辈 办理丧事 所有一切事宜 具有官为经历 观众朋友 您注意了没有 这道一旨 在翁宣的名字前 赫然加上了皇帝本生父 五个字 慈禧不是成宣称 翁宣自己要求 千秋万载物载更张吗 谁给他加上这个头衔 谁就是奸邪小人吗 吴大成因此被慈禧 整得灰头土脸 现在慈禧不用研究 不用讨论 自己做主 给一轩加上了这个头衔 他是不是奸邪小人呢 不是 慈禧说那不是 他说这是按照 乾隆皇帝的祖训行事 去年之所以拒绝吴大成的建议 不是说人家那个建议没有价值 而是啥呢 一轩自己乐意 一轩活着的话 就按一轩的意思办 一轩死了呢 就按主中加法办 这就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的罪恋 其实慈禧这个举措 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 您想 一轩已经去世了 不再对他构上任何威胁了 不管加上什么称号 现实意义都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不承认一轩的皇妇身份的话 光绪就不能给父亲穿校行礼 且不论光绪感受如何 传播天下 士大夫们肯定骂他这个养母 致死到了极点 所以慈禧争取主动 不用研究 不用讨论他立马就给加上了这个称号 雷厉风行的就把这个事给办了 显示他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人 所以我们说 慈禧这个举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 不过李臣们立即发现这个称呼不妥 因为乾隆皇帝说的明明白白 皇帝的生父活着的时候叫本生父 死了叫本生考嘛 慈禧之说就改 下午发布一旨 改称皇帝本生考 然后领着光绪皇帝到村王府调研 来到王府的大门口 光绪皇帝下轿哭喊着跑向父亲的灵位 跪倒在地连连磕头 他要把二十年来欠父亲的礼金都补上 年仅八岁的载风 领着两个更小的弟弟 跪在哥哥的身后 哭成了个泪人 这个时候正是寒冬时节 陪同慈禧光绪一起前来的 还有很多高级官员 国家各部委的领导都来了 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在村王府这个大殿的两侧晒满了煤球 当时北京市民买不起煤块 只好买比较廉价的煤面 掺上水和黏土 摇上球状 炼干生活取暖 谁能想到皇帝本身父 也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 由此可见义宣品额不低 很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由于慈禧批准义宣 享有皇帝本身考的称号 所以礼部议定的上礼规格很高 甚至像天子那样建庙祭祀 广绪穿销一年 慈禧在报告上签字同意 并且赏给贤的嗜好 所以义宣我们可以叫纯贤亲王 然后让义宣的儿子窄风 承袭王爵 窄风是第二代纯亲王 由此看来心胸宽广 真算得上对得起皇帝了 其实慈禧这是人风喜事 精神爽 自然比平时好说话的赌 他哪里是什么 心胸开阔之人呢 怎么 义宣刚刚撒手人寰 慈禧跟光绪的关系就越发紧张起来了 开始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劫儿越闹越大 太后皇帝皇后嫔妃三国四方纷纷扰扰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看下集 谢谢 温厚的光绪帝左右为难 他最不喜欢的皇后热衷于争宗吃醋 他最宠爱的真品却处境尴尬 身为一后二嫔的丈夫和至高无上的君主 光绪帝在热闹非凡的后宫之中 到底遭遇了怎样意象不到的烦恼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囚徒天子光绪第八集 后宫的烦恼